年庚瑶被调任到杭州做将军 为何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为何又在一夜之间连降十八级 敬请关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十四级年庚瑶之死 年庚瑶作为两朝重臣 是康熙皇帝的得力干将 更是帮助雍正皇帝坐稳江山的一等功臣 雍正甚至把年庚瑶看成是大清的恩人 两人的亲密程度更是不必多言 然而好景不长 这位受尽恩宠的年大将军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年大将军 究竟犯了哪些罪责 为什么说年庚瑶赴任杭州将军一职 是他走向深渊的开端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十四级年庚瑶之死 年庚瑶带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 还有万般的无奈 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西北 我们说人是环境的产物 一旦离开了你苦心经营多年的穿闪 等待年庚瑶的 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年庚瑶临行之前 他真的哭了 跟谁哭呢 跟他一手提拔十几年追随他的月中旗啊 他跟他讲啊 我走了 我知道我的命可能要没有了 说完哭了 他说我还有个件事情啊 要拜托你 我的两个儿子在经营盐业的 我给他改了名字 希望你能够关照啊 月中旗就说 现在皇上已经派了 部级的大员 来调查事情 恐怕令郎不能再行言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还是看在我们多年的份上 会能够照顾的 会照顾 但是年高前脚刚刚走 离开了西安 这边西安的副东统 西安的这些官员 立刻可以说快马飞地 报给雍正 报给雍正的是什么呢 年庚瑶在转移资产 转移他多年 包括合法的非法的 这些财产在转移啊 那当时有一个副东统 他给雍正说 他说我听说 年庚瑶仅仅 存在西安支府的 这个大象的象牙啊 就有一百多家 在这里头 金银财宝无数 现在经常有下面的人 到我这地方来出手 什么叫出手呢 年庚瑶寄存的财产 他们不敢留啊 马上到我这地方来 而且有数字 那雍正得到这个情报 立刻发了一道御址 开始追查 年庚瑶转移资产这些事情 那这个雍正的御址 以御址的形式发布的 发布给了谁呢 三个人 刚刚我们讲过的 一个呢是陕西的巡抚 图里称 还有一个刚刚接任 年庚瑶做川山总督的 月中旗 那还有第三个人 就是刚刚向雍正 密报的 他转移资产这个人 雍正这个秘址呢 可以说天衣无缝 真正是在基层 可以说雍正 做雍亲王时期 历练多年 才能知道这个奥秘 他预指这样讲 其激发他省者 除查问训访外 并将西安 京阳三元等处 各罗航车店账号 细查其所雇的树木 所往地方 令差之人姓名 依秘访明熙 速速俱奏 这是雍正的一道秘址 下给这三个人 雍正特别讲 像各个省的 你们除了要查 特别在陕西这个地方 那重点是三个地方 三元 西安 京阳 这三个地方重点 把所有查什么呢 严格谣他再聪明 他化整为零 雇了好多的驼车 好多的人马 望出驼 但是他雇的这些 肯定得有账目啊 这三个人得到之后 立刻派了很多的人 可以说把陕西 查了个底朝天 七天之后 账目一清二楚 那数字极为清楚 年恩瑶雇雇的这些 所有在哪个罗航 哪个马航雇的这些车马 多少 车有二百三十辆 驼马 共计有多少呢 两千多匹 这还不算上年耕尧 做总督 自己身边所雇用的 这些驼马 自己使用的驼马 运出去的 一五一十 给雍正一报 那雍正 得到之后 立刻又向全国 这些总督巡抚 来发布秘址 调查年耕尧 他的资产 到底转移到什么地方去 那雍正最关注的 他得到信息 他说年耕尧 从雍正三年初 就开始转移 他给谁下达一个密令呢 那我们知道 后面我们要讲 第二批雍正用的人 河南巡抚 田文静 田文静是最在行这些事情 那雍正告诉他 他说朕得到一个情报 得到有人密咒啊 从雍正三年的 正月和二月份 年耕尧 有二十辆大车 不知拉的是什么东西 过了同关之后 从了洛阳 进入到你河南境内了 但是不知所踪 后来查不到了 你河南巡抚要给我查 而且由谁来查呢 朕都给你派好人了 现在到你河南 去侯补做官员的 有人叫白旗 你就用他好了 那我们知道田文静 是书立出身 立员出身 做这种事情 可以说最在行 得到雍正的密令 之后呢 跟白旗 让他下令 带着一些人 白旗扮成什么呢 扮成一个车马的一个主人 沿途访 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访 那最后访到了什么地方呢 哦 发现了 年羹摇着二十辆的大车 载着金银细圆呢 卸到哪里呢 宝定 那这个田文静还要报 说宝定卸到什么地方呢 哦 原来年羹摇着脚吐三窟啊 原来在宝定这个地方 买了一个大豪宅 这个豪宅呢 是原来前任 以前的曹运总督王良 他有一个大宅子 他买下了 这二十辆的金银细圆呢 都卸到这个地方了 那这也成为 让年羹摇死的最 主要的一个罪状啊 你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很显然是搜刮百姓啊 贪赃枉法啊 那年羹摇一路走 一路查 所以他离开了川山总督 这样的时候呢 不但家产 还有沿途当中查 那雍正在走程序啊 走这个程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他革止 那年羹摇这时候到了什么地方呢 我们上一集讲过了 到了江苏宜政 他到了江苏宜政这个地方 他给雍正上了个秘折 怎么讲呢 亦不敢九姬山省 亦不敢拒负浙江 闻江苏宜政县地方 为南北水路分土 前至宜政县 静后轮荫 他到了这个地方 果族不前 我们说这也是一样 雍正非常恼火的地方 水路分土什么意思 你如果你雍正真的把我逼急了 我现在虽然手中 兵已经很少了 人啊 追随的人还有那么多 我可能狗急跳墙 停是走险 所以在这个地方寂静要挟 但是前一段 我们知道前一句话 他还是讲 向雍正皇帝表白心计 陕西这个地方 我一定离开 不敢九姬山省 不能在这个地方 我手握重兵啊 也不敢拒负浙江 立刻到浙江去 因为你前面 皇帝你说过了 帝出三江口 加湖作战场啊 那我到这个地方 你皇帝担心我称帝啊 或者别人称帝啊 这都是一个陷阱啊 所以从年庚瑶来讲 他站在这个地方 等着雍正 希望雍正另外改变 对他的一个安排 或者重新调回京城 还是怎么样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网友周周问 雍正皇帝是如何把密信 快速地从京城传到西北地区的 应该说 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派专人 那这种形式呢 能保证最寻寻的 还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用猪皮的密折 因为地方官 比如说年庚瑶 他有什么事情 要请示雍正皇 雍正皇帝 根据这事情的 轻重缓急 如果非常重要 那他立刻派自己身边 最亲信的人 直接下去 传皇帝的预讯 还有一种形式呢 那就是在猪皮当中 对年庚瑶 有个具体的指示 年庚瑶刚刚离开西北 雍正就展开了一场 严密的审查 既审查家产的来源 又搜集犯罪的证据 可以说彻底端了 年庚瑶的老巢 而此时 前往杭州赴任的年庚瑶 虽然知道杭州任上 凶多吉少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雍正对他的制裁 才刚刚开始 雍正接到这个 那就是抓住了他的把柄 紧接着一步一步的 开始处分他 所以等年庚瑶 还没有到杭州呢 他从一个一品工 已经降到什么 一个份上 三品都五官了 一路上再降 所以当时呢 有个传闻 说是年庚瑶 一天降了十八截 就十八截 九品十八截嘛 一天就会降到底了 那雍正这时候呢 还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他革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处理官员的时候呢 他有一套程序 革止之后才能问罪 所以他要革止 但等年庚瑶 到了杭州的时候 雍正皇帝 早已经安排好了 也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那这个时候呢 有几个人 等候着年庚瑶 那其中呢 有一个杭州的一个副东徒 这个人呢 叫傅森 他是雍正安排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眼线 盯着年庚瑶 那当时呢 我们知道浙江的巡抚呢 此人叫法海 这个法海呢 曾经表过态 在雍正面前说 天下只有一个 真正有才华的人 那就是年庚瑶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雍正对他呢 一定要拿下 所以就换了一个人 浙江巡抚换上谁了呢 给小阿哥弘历 做师傅 做老师的这个人 此人叫福敏 派他接任浙江巡抚 实际上都是对着年庚瑶 你到那个地方去 那就立刻 要把你年庚瑶 要押入大牢啊 所以这个福敏 接到皇帝的任命的时候 一路上搜集 年庚瑶的这些罪状 说沿途当中 年庚瑶怎么招摇 带着几百人的随从 做了哪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给雍正奏报 那这样年庚瑶到这个杭州之后 要就任这个杭州将军 他也是在历史当中 最短命的这个杭州将军 多长时间呢 只有二十五天 因为雍正要走城去 所以这个傅僧呢 就跟年庚瑶说 皇帝有旨 你是有罪之人的 讲了很多年庚瑶的事情 但是傅僧呢 他是个奇缘 奇人的这个官员 年庚瑶故意的 实际年庚瑶懂一些蛮语 我们今天叫蛮语了 实际就是轻语了 他懂一些 但是他故意 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不懂轻语啊 你要给我找个人翻译成汉文 我再看看皇帝到底是怎么指示的 那我们知道年庚瑶还是 结傲不逊这个样子 那傅僧你说能好吗 所以立刻给雍正就咒报啊 密咒啊 说年庚瑶结傲不逊啊 根本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天天给这雍正揍年庚瑶 这些不臣之心 那紧接着在朝廷当中 就开始议罪了 开始革职 那雍正皇帝呢 也可以说不是一下子把年庚瑶 贬为平民百姓 而是一级一级都在降 等所有的职位全部没有的时候 他变成平头百姓了 你想做平头百姓 做安稳的日子 那也不行 等全部隔去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就进入到下一个程序 开始呢 问罪了 那雍正呢 实际在发动朝廷的这些大臣们 在一罪的时候呢 他就悄悄地派了一个人 这个人我们以前也讲过 拉西 是一个蒙古人 年龄比年庚瑶大很多 六十岁 这是雍正可以说 身边当中 凡是遇到最机密 最重大的事情 他往往就派这个人 所以提前 这边还没有把年庚瑶 所有的职位 全部葛完的时候就派了 这个人提前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了杭州 他到杭州的这一天呢 太阳下山了 他们又立刻进到杭州城 到了什么地方呢 普陀山 他让杭州将军 俄尼达到普陀山 两个人商量 带着什么样的大队的人马 连夜当中 奔杭州将军的牙手去了 因为此时的年龙瑶 虽然没有了职务 但是他在杭州将军的门前 叫什么呢 叫行走 效力 所以这时候到了 已经很晚的时候 年庚瑶这时候正在值班呢 拉西往这一倒 年庚瑶眼睛就愣了 这要抓他来了 那这个拉西说 强制措施 立刻给我绑上 这样的时候连夜 到了什么呢 到了年庚瑶的家里头 那年庚瑶一起十妾 一个妻子 还有十个妾 还有呢 五个小的儿子 八个女儿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共计的家口有多少呢 二百九十多人 那这样的时候呢 经过第三天的时候 就把这些人分成三条大船 提前押解到京城 什么时候到了京城呢 雍正三年的十一月 初三到了京城 押解到年庚瑶 到了京城 那我们知道此时呢 年庚瑶已经是戴罪之身了 不但职务全革掉了 对他的罪状这一块 也基本上弄得大体差不多了 那紧接着就生 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程序了 就是易定年庚瑶的罪状 易定年庚瑶的罪状 当时呢 可以说一边倒 都应该千刀万剐 但是雍正呢 实际他很犹豫 为什么呢 你过去两个人 要做千古君臣榜呀 而且你在全国树立 这么一个最高的一个典型 大臣的模范 怎么一下子 你要把他千刀万剐 处以极刑 这个我们说舆论当中 还要有一个很大的转环 好多大臣 他也不能一下子说 你过去让我们全国学 封江大利学年庚瑶 今天年庚瑶是这个下场 怎么交代啊 所以雍正一定要把这个舆论呢 一波一波的要做好 要妥善的安排 在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 年庚瑶调任杭州前是一品工 这个一品工是超品的 那么超品是什么意思 这个涉及到一种爵位制度 因为我们知道 最高的品级 我们通常说九品 最高的品呢 是一品 正一品 但是公侯不子男 到了博一级 那他的爵位呢 仍然是很高的 博一级 他的爵位还要超过了一品 而紫一级的 紫爵 他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品官员 所以紫爵呢 他是一品的官员 男爵呢 是属于二品的官员 那紫爵以上的 都是属于超过了一品官员 那就被称为超品 虽然年庚瑶已经被革职 但是如何定罪 是雍正皇帝最为头疼的事情 因为年庚瑶镇守西锤多年 他的威名也享誉全国 雍正想要制裁年庚瑶 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么面对这个曾经的功臣 怎样制裁 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杀不杀年庚瑶 雍正实际上已经做了决断 但是雍正做事情 往往找天意 什么样的天意呢 天意不可委 正在这时候出现了事情 有个老虎 光天化日之下 闯进了京城 这只虎呢 记载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野虎 这只野虎 进了京城之后 九门提督得报了 如临大敌 派领自己手下的是四五十人 前追后赶 追赶这个野虎 这个野虎很有能耐 结果直接上了什么的城墙 那我们知道那时候 北京的城墙呢 四边都是连着的 所以这只老虎呢 从城墙上面一直跑 跑到正阳门下来了 那正阳门我们清楚 就是今天北京的前门了 在这个地方下来 直接没有奔别的地方 直接到了什么地方 年庚瑶的家 在京城的宅子 跑到这个地方了 好多的士兵就开始搜啊 这老虎呢找不到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放炮 镇着个老虎 老虎出来的时候呢 跑到哪里去 跑到他父亲 就跑到年庚瑶的父亲 年霞灵 跑到他的后花园里去了 这些士兵们放枪 一下把老虎给扎死了 雍正认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天意 他告诉年庚瑶死敌 那我们前面讲了蔡廷 所以给蔡廷的写了一个秘纸 他说镇杀不杀年庚瑶呢 还没有定 但是这次镇定了 因为老虎进了年庚瑶的家里头 怎么光天化日之下 老虎进到年庚瑶的家里头 那这是一个上天的一个启示 分明是老天要我杀年庚瑶啊 那大家可能要奇怪啊 为什么虎进入到年庚瑶的家里头 年庚瑶就一定要死啊 那我们知道 年庚瑶一直散步 他是龙虎之相 我们前面也讲过 跟这个邹罗也讲 房子上面冒白气 他还讲自己出生那天 那金光闪面 这个满是辉煌 雍正还跟蔡廷讲 他说我过去说过 做了一个梦 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妨碍是什么呢 是老虎 是白虎 而年庚瑶呢 他一直讲自己呢 是白虎脱生 所以这不是上天要我杀年庚瑶吗 那紧接着雍正就开始 让内外的大臣 朝廷大臣 还有地方的封疆大吏 你们都要表态啊 这不能真一个人说了算啊 年庚瑶还死还是不死啊 那我们知道一边倒 基本上都是 要把年庚瑶处以急刑 而且家属 一定要余力问斩 亲戚 那也都不能脱了干系 那这时候正好大清律呢 刚刚颁布啊 那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还有一条 最重要的 叫八义 什么八义呢 就是说 有功的 有身份的这些人 他可以呢 讲功抵罪 可以叫义罪 用证怕大臣们讲啊 所以他讲了 年庚瑶所犯的罪行 比敖外还要重 但是他的功劳没有 敖外重 敖外当年 那个下场 那今天 年庚瑶也得死 所以这样的时候 朝廷当中 从朝廷 还有到地方的 封疆大吏 纷纷地上折子 一片都说 年庚瑶必须得死 最后呢 经过刑部 还有义正大臣 给年庚瑶定了多少罪状呢 92条大罪 那我说92条大罪 是不是每一条 都是可以说 证据确凿呢 不见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把 这92条大罪呢 分为两类 一类呢 可以说是欲加之罪 因为年庚瑶在 十几次 二十几次的回奏 明白回奏啊 他已经为自己 做了一个辩解 为自己做了辩护 那这些呢 可以说 更多的都是欲加之罪 因为在大清律律当中呢 也没有这样的条文 说他就抵这个罪 但是还有一类 可以说在大清律律里头呢 明显的是有这个罪型的 最重要的就是 十额不赦罪 那十额不赦 在这个里头 最重的罪 是什么呢 大逆 大逆 我们知道 那要是全家问斩的 异常的重 这个有多少呢 有五条 按照这五条大逆的罪 那年庚瑶要死好多次了 家属也没有一个 能够逃脱的 但是这五条很牵强 但是有一类 年庚瑶确实无法逃脱 什么呢 那就是大清律律当中 也是严惩的 我们知道 侵瘫 清探的最后来呢 我把它前面后面全部 共计有多少款呢 有四十几款清探罪 把所有的加在一起 有多少银子呢 四百二十五万两白银 那这些可能 我们说有一部分 是合法的收入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总督 还有将军呢 他有很多的养联银 但是更多的 可以说都是非法的收入 都是勒索的下手啊 还贪赃这个百姓的这些钱呢 那这些可以说很多 按清朝的法律呢 三百两银子 那就要割脑袋的 雍正时期呢 后来稍微的 把它扩大一点 但是两千两银子 十坛入籍 十坛入籍 什么意思啊 撞到腰包里了 那也要割头的 那就此而言 可以说杀年庚瑶一百次 你都没有任何的冤屈 因为你这么多钱 至少从你家里 都抄出了银子 就一百一十万两啊 还有那么多 三百请的土地啊 一千二百多间房子啊 所以年庚瑶这时候知道 见了棺材落泪了 开始跟雍正告摇了 求雍正啊 直到自己这次难逃一死了 所以年庚瑶 这个有才华的人 给雍正写了最后一个折子 挤进哀怜的口吻 一口一个求饶啊 怎么讲啊 辰到今天 知道自己一万分的错了 求主子可怜陈 可怜奴才 陈今年年龄不大 只有四十几岁啊 留下一条狗 给主子效全马之力啊 如果主子要追究陈 这个罪状啊 每一条都是死罪啊 陈白口不能辨 只是寇请主子要天恩 能不能赏 我年庚瑶一个活口 我们不知道雍正 看没看到 年庚瑶这个最后写给他 哀怜的这个奏折 但是雍正已经定了 要判年庚瑶死罪 但是在量刑上究竟是 按照大逆罪来量 还是按照一般的来量 那我们知道这个界限 非常的重大 当时只有两个人 反对 触年庚瑶死刑 微信平台上 有网友小雪问 雍正时期四百万两排银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 一两银子 折合 三十三点三克 一克 那我们今天 市场当中有个比价 大体上是四块多 到五块之间 那一两银子 乘以三十三克 每一克 又有四五块钱 那折合成 接近两百元人民币 但是这不一样 那时候购买力呢 应该说 银子的购买力呢 非常高 一两百元 至少折合成 今天按人民币来换算 应该折合四百元 所以四百万两银子 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折合成 今天的人民币 大体上 也应该在十六亿左右 这个样子 曾经全清朝野的大将军 如今也成为了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像皇帝参年庚瑶的奏本 也如雪花一般 数不胜数 大难临头的年庚瑶 终于明白 一桩桩一件件的罪责 都可以令他 永无翻身之日 而此时 有两个人的出现 却向皇帝范言直见 他们会给年庚瑶的命运 带来怎样的转机 一个人 云贵的总督 杨明石 这在雍正朝是鼎鼎有名的 特别到了乾隆朝 非常有名 他请求雍正 瑶年庚瑶一死 雍正置之不理 后来呢 杨明石我们知道 被雍正给割止了 还有一个人 大家想不到 谁呢 小王子 弘历 后来的乾隆皇帝 他也向他的父亲来求啊 饶了年庚瑶一命 但是雍正都不听啊 所以还是希望 按照大逆不道的罪啊 处他全家 就要他死啊 但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我们在史料当中看得到了 朱世 很有名 他跟雍正讲 杨光瑶的父亲 年霞灵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封将大力啊 他已经退休多少年了 而且 据我所知 他给杨光瑶 给他儿子的书信当中 每次都让他勤勉国事 不要违法乱纪啊 那如果按照这种判 八十多岁的老翁 都要死啊 这个是不是与盛朝 不仁之道啊 我雍正采纳 所以最后判处年庚瑶 他采取了一种 非常特别的办法 刺年庚瑶死刑 这个非常有讲究 我们知道 在清朝还有一个 鼎鼎有名的人 被刺死的 和珅 是嘉庆刺死的 也没有通过正常的 就是那种 正法的办法来 那雍正派哪些人呢 大臣 来奸行 那年庚瑶不肯死啊 他只有四十六岁啊 所以他最后呢 还是想 我临死的时候 我也要见一见主子 这么多年 那史书当中 有一段记载 闻年庚瑶 赐自尽时 诸大臣显在 庚瑶驰回引诀 欲一见天言而死 挺独立生斥之 勒令自采 假公义 一块私分如此 他这个讲的是什么 雍正派了几个人 刺年庚瑶自尽 一条白链 年庚瑶不甘心啊 希望死最后 也要把我 跟皇帝见一面呢 但是别的大臣 都不忍看下去啊 但是只有蔡廷 力声地 斥着他 让他立刻呢 要上吊自杀 就是一条白链 要结果 年庚瑶的性命 所以涌现录讲呢 假公义 一块私分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最后呢 我们要讲一讲 那年庚瑶 死了 那雍正呢 对他的兄弟 还有家族 他采取了分 不同的一种办法 没有引用呢 大逆罪 他说尽管 这个刑部 拟出了大逆罪 有五条 他说这些呢 都没有实据 雍正也承认 没有真实的东西 那还是饶了他 而且呢 他的哥哥 年西瑶 还有他的父亲 年侠林呢 都是安分 本分的这些人 你们的职务 可以没有了 但是不要治罪 也不要查查 他们的家产 但是年庚瑶的 儿子不一样 那雍正说 其中有一个人 年妇 这个人呢 大家知道 做过大理寺清 那大理寺呢 在清朝的时候 是主管平反的 他是他跟年庚瑶一样 这个人不能活 他要处死 剩下十六岁以上呢 发挥到全国各个地方 给功臣为奴 而且永远不可以回来 勇士不得反身 但是雍正确实 在处理年庚瑶上呢 还是有分寸的 没有进行更多的租联 一年之后 而且把他所有的 这些儿子呢 都重新呢 掉回到京城当 从发配的地方 回到京城了 但是对年庚瑶 他身边的 特别是他提拔的这些人 雍正皇帝没有手软 我们要解读一下 那雍正呢 处子年庚瑶之后呢 他也在反思 反省 是不是自己做的 也有些不对的地方 那其中呢 有最核心的 有八个字 他说 宠之过甚 有以致之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因为对他太宠信了 放纵了 所以这是从君主的角度上来讲 他有责任 甚至雍正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自己 因为年庚瑶的事情 我都羞于见大臣了 跟大臣们没有面子了 原来树立这么个典型 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雍正皇帝的颜面在哪里呢 所以我说 年庚瑶之死 雍正和年庚瑶本人都没有赢家 于君 那雍正皇帝已经做了卷讨 于臣作为年庚瑶本身 权力的膨胀 他忘记了 他当初最初的时候 出任四川巡抚的时候 拍着胸仆跟庚瑶皇帝讲 臣不愿做傅家翁 我还是愿意做一些事业 为大清王朝效命 有一次 两个人在京城当中 谈得特别的透 我觉得庚瑶皇帝说的这段话 对我们启示特别大 他说做官的人 特别是有作为的这些人 他们做事情呢 往往都有私欲 但是私欲的背后呢 往往借着打着功的旗号 所以即使我是一个圣明的君主 我也无法来辨别 哪些是功 哪些是私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大臣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是出于功还是出于私 如果出于私 你能够隐藏于一时 你不能隐藏于一世 你的最后不可告人的那些行为 终将会暴露于天下 我觉得康熙皇的这段话 当时年庚瑶拿到康熙的这个猪批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古今以往的君臣 最好的一次对话 所以他希望为大清王朝效命 一辈子要这样 但是人得到权力的时候 特别是忘乎所以的时候 对自己没有更多的约束 所以最后走向了一个死亡的下场 在康庸之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龙科多 龙科多为什么也受到庸正的严厉惩罚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